祝贺进四强了 然后从比分来看应该是打得比较轻松 但是我看你下来还是满头是汗 一身汗 我觉得其实这场球 也做了这种非常困难的准备 因为也看了看它的录像 包括我觉得其实它的实力还是有的 可能就是我在这种处理上 包括短球这种控制上 给它控制住了 可能今天的这种比赛还是比较顺利 我在比分上来看 是不是也可以说你对这个场地是越来越适应 对 反正我觉得其实这种球可能还是不走 但是可能自己往前赢一点 可能会这种更好一些 就是改变了自己去适应这个环境和所有的这些 包括球台啊 包括场地啊 包括因为前两天还有说风比较大的 现在都适应了 都适应了 因为打这么多场 然后因为第一天不太适应 打这么多天了 肯定也适应 怎么准备半战赛呢 我觉得不管对谁吧 然后还是要去全力以赴吧 就是也是把自己的困难准备 准备充分 然后打好每一分每一局吧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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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